喜欢吗 你 你怎么把这里 布置成这样了 锦儿 你看 你我只有夫妻之名 却始终没有拜堂 好在老天有也 今天终于让你我又见面了 我就随便叫人 简单地布置了一下 今晚我们就在这里拜堂吧 哦 不 不 你该不会是看我们原家衰败 不想和我成亲了吧 我是在想 老夫人如今还在夜城未被救出 即便是要成亲 也应该由老夫人来主持嘛 所以 还是在等一等 等 又是等 当初就是为了击退曹军以后 我们再成婚 可结果呢 结果被那个曹阿满攻占下了夜城 害得你我彼此不能相见 那曹操老贼 嘴上说的是为了讨伐我们原家 可是谁不知道 他都是在打你的主意 就因为夜城现在还在曹军手中 你怎么还有心思去成亲 难道你不应该找机会 再去攻回夜城吗 攻回夜城 你以为我不想吗 可是这又谈何容易 三弟和大哥到现在依旧不合 大哥原来又是个贪生怕死之辈 仅以我和三弟的兵力 尚不足以抵抗那曹操的十万大军 难道你就这样放弃了 那张彪就那样死了 陈叔父可是故意尾身留在曹家 他在等你在拿回夜城呢 我当然不会放弃 等我们回到了幽州 我就立刻找大哥原谭 一起商议赴城大事 蓁儿 我太高兴了 到这个时候 你还这么为我们原家着想 不过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去解决 今晚我们就安心成亲吧 不不不 男人应该以大事为重 夜城还未还 你却又心情在这四孩女情长 你这样如何攻下曹君 该怎么做我心里清楚得很 用不着你教我 之前你被困夜城 那是你幸运没被那个曹阿满玷污 可现在你总算回到我的身边了 就算收不回夜城 我芸汐骑马 还有你这个美人在身边 芸汐 我真是看走了眼 来 你是我繁荆的夫人 我不早而与你成婚 难不成再让你落入那个曹阿满手中 便宜了那个老贼 你 来 来 来 小姐 公子 你这是做什么 紫燕 这儿没你的事 公子 小姐这几日身体不适 而且你若是要和小姐成婚 等我们到了幽州 请来大公子也不迟 紫燕 这儿轮不到你说话 走开 小心 二哥 这外面 大家都还等着你饮酒呢 你却躲在这儿 跟二嫂亲密起来了 二哥 走吧 今天大伙高兴 我们出去啊 多饮几杯 这回头过完以后 你跟二嫂可有的是时间 走啊 来吧 小姐 没想到这芸汐 这么让人心寒 小姐被难过 袁公子出去喝酒 我们去看看曹公子 他到现在还没吃没喝呢 你去准备一些韭菜 还有药 我们晚一些去看看紫燕 嗯 好 朱狗 尚未有发泄 花心 你认为是何人所为 一定是袁绍的愚膩 本将军认为 一定是袁绍的三个儿子 都来了 主公 紫燕落在他们手里 本将军倒不担心 因为 他们一定会把紫燕作为人质 来和本将军谈判 如公 属下不明白 他们会觉得 自己的母亲还在我这里 必然会以子剑作为人质 来交换自己的母亲 可是 袁绍的夫人已经 已经 放心 此事万万不能泄露出去 诺 本将军现在担心的是 真美人落在袁细的手里 后果不堪设想啊 如公 放心 秘密派出人马 放出所有密探 发现敌情立刻包围 想方设法 无论如何 要救回真姑娘和曹植知道吗 诺 曹植已经失踪两天了 这么一个小小的山头 派去这么多人 却徒劳而归 看来 看来 除了二公子元希之外 不可能再有人 不可能再有人 对那里如此熟悉 可以轻易躲开曹兵 如此说来 想必真指女 也与二公子在一起 好你个曹贼呀 灭你曹氏 复我元氏的时机到了 那我就借此机会 和二公子来个里应外合 先灭了曹阿满的儿子 再想办法联合三位公子 宫城 没有 这就是 天去帮助 就是 不可以 恍莲 们 尽 ris 三公子 蒙你收留和照顾我 我就是拼了这条命 也要找到你 把你的刀切下来 我先走 我触了这条命